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8月14日星期一 今天焦點繼續有我周天衛為大家聲音導航分析辭事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說一宗新聞 就是關於國安通緝犯羅冠聰接受英媒的專訪 由於這個訪問是羅冠聰被國安處懸紅後做的 他用開一貫套路將自己包裝成為民主鬥士受迫害者 但他始終回避了一個最重要的立場 就是他對港獨的取態 今天我們會和大家看一看羅冠聰受訪的內容 分析一下他如何用語言藝術來在西方媒體面前辦事 早前羅冠聰接受BBC一個節目Hard Talk的訪問 這次亦是他事隔三年再上這個節目 牽涉的話題包括家人、政治立場等等 在這裡我們主要集中看他所說的三項話題 就是對家人的態度、英國政府的取態 和他如何看同系通緝犯的員工兒所搞的所謂香港議會 如我們剛才說 羅冠聰借著說每一個議題 強調自己是被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迫害 尤其是他被通緝後 前香港眾志的黨友因為涉嫌資助他被捕 家人亦被帶回警署協助調查 羅冠聰一個人、女朋友、女家人 之後都只是很低調地在Facebook上 說相關人士與他沒有金錢的往來 他的工作亦與親友無關 而在節目中羅冠聰高調地說 家人受到調查是不可容忍的 當主持人問他有沒有內疚時 他就說雖然已經與家人脫離關係 但仍然是他重要的人 所以感到痛苦和感覺不好 說就說得很有協議感 但羅冠聰就說雖然是一個很困難的選擇 但仍然會繼續發聲 希望香港終有一天會享有民主自由 看到這裏 與其說羅冠聰厚臉皮 不如直接說他根本是沒有回頭路 不是他不想回家 不是他不想見家人 這並不是困難的選擇 與民主自由亦是無關的 而是他已經無得選擇了 這也是他自己選擇走上違法之路的結果 無得認家人 無得回家 只能頂硬上走下去 至於說到英國政府的立場 羅冠聰就有所不滿 他認為現在執政的首相辛偉成 對中國政府威脅的回應非常薄弱 不認同英國外相企占明 有意與中國、香港特區聯繫 認為這樣傳達出軟弱的信號 甚至用上 需證來形容英國政府 如果與中國或香港特區有聯繫就是軟弱 那美國政府何嘗不是呢?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今年6月才出訪中國 即是肆虐的表現 羅冠聰又用不用公開點醒美國? 他表達對英國的不滿 同樣與民主自由無關 關乎的只是因為他自己 因為羅冠聰正正在受英國的庇護 如果英國對中國的立場有變 隨時令他很難在英國立足 究竟是英國政府軟弱 還是有人搖底? 相信羅冠聰自己真是心知肚明了 至於對於袁公儀提倡的香港議會 羅冠聰的回應更精彩了 當主持人提到這件事時 羅冠聰就很快急急地澄清他不是其中的一份子 當他被問到怎樣看香港議會的目標時 羅冠聰才是說所謂的海外戰線 是一個多元的社群 可以各自做自己倡議的工作 但之後話風一轉 說現在並沒有流亡政府所需要的土壤 例如是合法的起源 要得到不同的國家、國際機構承認等等 他就認為來這一步還有很大的差距 主持人再進一步問他會不會參加的時候 羅冠聰並沒有直接回應 但他說如果參加就要犧牲在其他領域的工作 說到這裡,羅冠聰對香港議會的取代已經是不言致命 明明就認為袁弓儀的倡議是浪費氣的 但又不敢直接說出來,在兜兜轉轉 如果大家還記得我們之前幾集 說袁弓儀時已經分析過他的倡議 無非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在國際戰線上欠飯吃 甚至自己想做一哥 那羅冠聰是不是不想給人分一杯羹呢? 所以就不埋堆? 山頭那麼多,資源又有限,加上來日方長 不直接說袁弓儀的香港議會沒用 羅冠聰在這個位置上都非常勁勞 說了這麼久,其實羅冠聰都在迴避他對港獨的取態 整個訪問用的是民主、自由、甚至自決 這些說就好聽,但目的就是要香港特區脫離中國政府 甚至要推翻中國政府 無論羅冠聰用上什麼東西的字眼 這個目的都不會有所改變 正如一班反對派,2019年不肯和港獨割席的立場是一樣的 既然如此,一個意圖推翻中國政府的人 涉嫌觸犯國安法的人,還是不是受迫害者呢? 這樣等於一個賊被人抓了之後 然後就說警方迫害他,有什麼分別呢? 有一點值得我們一提的,羅冠聰被問到 是不是中國敵對勢力的傀儡時 主持人甚至用了他曾同時任的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會面做例子 羅冠聰就這樣回答了,他說 我認為我有合法的權利把香港的信息傳達給任何想聽的人 他跟著還說 香港特區政府如果有他收美國利益的證據就拿出來了 一個美國國務卿,肯見一個香港的所謂民主人士 身份完全是不對等的,大家又覺得合不合理呢? 明知美國針對中國,立心不良,還要黏上去 不要說你羅冠聰有沒有違法 這樣的行為,請問你對不對得住自己的國家呢? 一句你有權利就說到完全沒問題 這就是你為何被人罵現代漢奸的原因 總結來說,說到今天羅冠聰之流的反中亂港之路 無論他用什麼東西的字眼去包裝都好 他們對港獨的看法從來是沒有變過的 既然是這樣,美國、英國包庇這一批人 請問又說不說得過去呢? 好了,今天的今天焦點來到這裡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拜拜!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周天惠的YouTube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了!